我们看到台南之光歌手谢明佑 同样也是来自台南的美食作家黄婉玲 他认为有文化的国家不会没有大菜 他为了要发扬台菜到处拜师学艺 要让大家看看经典台菜的好滋味 一当火开来 猪脚里面藏着满满的鱼翅 这是已经消失的台菜猪脚鱼翅 猪脚鱼翅 这两个菜好像是组合在 两道菜就分开了 就想着说有没有可能把 在寿院中间用红烧蹄法里面 又塞着猪脚鱼翅 所以就这样发明出这个的菜 出生自台南大户人家的黄婉玲 特别喜欢台菜 但是他发现端上桌的都是菜脯蛋乳大肠 让外界误以为台菜只是这种传统小菜 于是他到处拜师学艺 保留传统的好味道 有人说台湾只有小吃没有大菜 这句话让我就想 有文化国家不会没有大菜 那我小时候吃的菜为什么会消失呢 小时候记忆我要把它找回来 把猪脚的骨头抽掉 塞进厚实的梅花肉 这是经典台菜双圆佛首 也是黄婉玲外增主母的甲装菜 这一道菜光是制作过程 就要花两天半的时间 这道经典台菜也怨含触合的意味 用两种肉混合形容夫妻间的相处之道 虽然佛首是两个不同的个性的人 如何共融在一起 又是半妙美好的 将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好好记录下来 黄婉玲要重现台湾大菜的好滋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